这一期的华尔街焦点关注中国外交部门人事洗牌 传王毅将接棒杨洁篪 中国外事系统最近出现连串的人事变动 香港《星岛日报》分析经过一轮调动之后 外事体系部署逐渐清晰 中共二十大时外交部长王毅将会接替杨洁篪的地位 担任中央外事办主任 中共二十大前夕外事系统展开调整 中央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调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 确定与外长宝座无援 中共中央联络部官网显示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建超已于5月接替宋涛 担任中联部部长从事政党外交晋升为政部级 而非早前传出的担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从事大外宣 中联部是中共负责涉外所谓政党外交的部门 58岁的刘建超升官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他不仅当过外交部的发言人知名度高 而且履历相当丰富 刘建超是吉林人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 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驻菲律宾大使驻印尼大使 外交部部长助理在调到纪检系统 担任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 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局长浙江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2018年返回北京出任中央外办副主任 本身他也是中纪委的委员 在2015年的3月16日时任中共外交部长助理的刘建超 在会见韩国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委员长罗清院时 公开称赞对方为美女 韩国国会一位议员批评其有失外交礼节 而现任中联部部长的宋涛 现年67岁长期在福建工作 曾任福建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副总裁 2001年进入外交系统 曾经担任外交部国外工作局局长 驻菲律宾大使 外交部纪委书记 外交部副部长 中央外事办常务副主任 宋涛本来被视为有望 更上一层楼 如今似乎已经退休 如果这样的话 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似乎已无竞争者 有望在二十大阶梯杨洁篪 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办主任 1953年10月出生的王毅 二十大召开之际已经是69岁 按照中共中央领导人七上八下 也就是67岁上68岁下的不成文规定 本应该退休 但国际形势当前的捉摸不定 还需要外交老将掌舵 环顾外交系统 似乎也只有王毅能看到大任 中共外交多年来维持双层的领导结构 即政治局委员或副总理 也就是国务委员外长两级制 外事口不仅包括外交部 还有中央外事办中联部等部门 而以现届的政治局委员兼外事办主任 国务委员兼外长的格局级别最高 香港明报去年曾有评论文章称 1950年出生的杨洁篪 如果没有意外 在二十大将会退休 小三年的王毅则可进可退 但外事办主任入局是19大开的心理 是为杨洁篪专设 还是形成惯例仍需观察 另外王毅的外长职位 由谁来继任也引人关注 早前盛传的热门人选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 调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 而其本来是下任外长的热门人选 在5月28日中央社报道 中共国家广电总局官网 总局领导一览显示 乐玉成排名次于广电总局局长聂晨席 在其他三名副局长之上 这几乎已经确定 他评调广电总局第一副局长 不过有记者查证 截止发稿乐玉成的名字 仍未在广电总局官网 而是在外交部的官网 今年中共外交系统在最高层 要求敢于斗争的指示之下 大搞所谓的战狼外交 在国际上频频引发纷争 杨洁篪 王毅 以及外交部的发言人 华春莹 赵立坚 等都是战狼派的外交代表人物 只是当前 战狼外交这种激进的外交方式 是否还进行的下去 值得关注 中国外长王毅 最近继续对南太平洋地区 进行为期十天的访问之际 有专家表示 中国本周试图在南太平洋地区 赢得协议 并削弱西方的传统影响力 分析人士说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访问了所罗门群岛 斐济 基里巴斯 萨摩亚 汤家 瓦努阿图 巴布亚 新几内亚和东帝文 他将于周六结束 他的南太平洋岛国之行 今年4月 中国与所罗门群岛 已经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 而在本周早些时候 王毅没有签署犯太平洋协议 但已经与个别国家达成了协议 包括本周在汤家 举行的灾害管理等项目 王毅在本周三 抵达瓦努阿图 而在过去的几年时间中 中国已经加强了海军力量 能够使过位于日本和印度尼西亚 之间的南北岛屿 热带的南太平洋 也就在这条岛链的后面 坦香山的东西方中心副总裁 萨图利马耶表示 只要给予他们相对 适度的关注资源和努力 就会有一些事情 落入他们的手中 比如索罗门群岛 但还表示 中国已经准备好 与西方国家展开大国竞争 这些国家在南太平洋地区 历史上具有政治影响力 但有时却非常脆弱 别提什么竞争即将来临了 他说竞争就已经在这里 就在这里 美国研究机构 兰德公司的高级防务分析师 德里克·格罗斯曼说 中国正在为其14亿人口 寻找一个长期的海产品来源 并试图打破美国和澳大利亚 在南太平洋的主导地位 南太平洋从澳大利亚 一直延伸到秘鲁 而据斐济媒体报道 由于一些国家的政府阻挠 北京在周一 未能就其让10个太平洋国家 签署一项涵盖 从安全到渔业等多个领域的协议 达成一致 密克·罗西亚联邦总统警告 南太平洋地区的其他领导人 与中国的协议将加剧 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 而据新华社在本周一报道 本周在斐济王毅表示 中国愿意将其总投资 超过4万亿美元的 一带一路倡议与斐济20年国家发展计划合并 并开展技术合作路线 9年前的一带一路 倡议在数十个国家建设基础设施 以扩大与中国相连的贸易路线 而据新华社在周五的报道 上周在基里巴斯 王毅也做出 共建一带一路的承诺 报告称 中国同意充分发挥 基里巴斯的资源优势 打造海上合作的新亮点 王毅还向一线南太平洋国家 提供了疫情复苏援助 他最近表示面对海平面上升威胁 大洋洲扁平岛屿的问题 中国将继续推动巴黎协定的全面有效实施 2019年 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都将外交承认 从西方的非正式朋友台湾转向中国 有媒体报道称 中国船只可能获得基里巴斯附近 菲尼克斯群岛保护区的权利 塔内地马茂在去年11月表示 他将解除自2015年以来 对这片40万8250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的捕鱼禁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片海域描述为 世界上最大的指定海洋保护区 华盛顿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 在2020年的一项研究中表示 中国曾寻求在瓦努图建立一个两用港口设施 但在被媒体发现之后拒绝了这个想法 在今年3月 华盛顿开始与马什尔群岛 密克罗尼西亚和帕劳重新谈判协议 国务院当时表示 完成谈判是本届政府的优先事项 而在今年4月 澳大利亚 日本和美国表示担心 中国与所罗门的协议将导致 中国在南太平洋部署军事力量 中国感到地缘政治压力 而新华社则在5月27日报道说 王毅说美国及其盟友决心 遏制中国的发展本质上 他们不希望看到非西方力量的成功 也不希望看到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 与合作得到加强 纽约政治咨询公司帕克战略的资深副总裁金恩表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不再受到东亚岛屿的限制 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太平洋的时机已经成熟 因为索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近年来 已将对中国的外交承认从台北转向北京 而华盛顿正在谈判续签与马少尔群岛的自由联合条约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帕劳被认为 没有像他们应该做的那样迅速和良好的行动 尼玛伊还说北京的官员正在考虑未来20到30年的事 他说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 以及与地方领导人不断发展的关系 最终将打破澳美关系的影响力 但还补充如果西方的影响跟不上 那么中国为岛民提供的教育奖学金和任何对抗 海平面上升的支持都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而在6月3日华盛顿邮报一篇重量级文章 更是带给中国外交系统一个不小挑战 华盛顿邮报报道 最近几周俄罗斯官员对北京提出要求 要求中国提供更多支持 呼吁中国兑现友谊无上限的伙伴关系 熟悉中俄会谈的官员表示 莫斯科至少有两次向北京施压 要求提供新形式的经济支持 双方的交流非常紧张 俄罗斯要求履行在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之前的贸易承诺 以及财政和技术支持 中国和美国官员透露 尽管习近平已责成亲信 找出在不违反制裁的情况下 提供俄罗斯财政支持的方法 但却遭逢诸多的困难 参与原额方案的北京消息人士直言 我们理解莫斯科的困境 但不能忽视自己的处境 中国永远以人民最大福祉形式 并强调 中国不愿意帮俄罗斯逃避制裁 担心美国及其盟国可能会切断中国的关键技术 包括半导体和航空航天设备并瞄准其金融体系 中国官员还表示 俄罗斯并未要求提供武器和弹药支持战争 但拒绝评论俄罗斯是否要求提供其他可用于军事行动的物品 这包括技术和物资 但是乌克兰战争拖延时间比预期的长 北京已向莫斯科明确表示 结束战争将使中国有更多的回旋余地来反对国际制裁 且阻止在额外起外逃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焦点的所有内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娱乐爆料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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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